大家好,我是游戏鬼主持何敏堅 又是时候跟大家介绍中国文化知识 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订阅右下角的频道 留言赞好,分享给你的朋友 民以食为天,喜欢旅游的人 就觉得中国人最懂得是吃的 事实上,我们中国各地都有自己很独特的风味佳饵 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菜系呢? 暂时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 但主流的意见是认为 中国的菜系可以分为八个主要系统 川、老、苏、月、双、敏、哲、分 也认为有十个在八大菜系里 再加京和湖,即是北京和上海菜 这八个菜系有什么特色呢?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安徽菜 徽菜是源于非洲 当地盛产 山珍野味、河仙家禽 徽菜的食材多数是当地的特产 用咸鲜味为主 徽菜多是热烧、炖、蒸等技艺烹调 种油、种色、种火候 令食物的味道浓淡相宜 另外,徽菜亦注重天然以及养生 著名的菜鱼有虎皮毛豆腐、黄山邓甲等等 接下来跟大家讲讲山东菜系 山东菜鱼 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佬 山东菜对原名称三代的宫廷烹饪 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山东的饮食文化当中 遗传了古风直弓的宫廷的威势 可以得以流传 因为山东菜系的重要特点就是古 特别是老菜里面的孔虎菜 保留了不少古式的菜鱼 山东菜注重急火快炒 有利于保持食物的原料品质的烹调的方法 因为这样烹调出来的菜鱼 特别鲜嫩脆滑 调味都是以咸为主 酸甜为苦 知名的菜鱼有九转大腸 爆炒腰花 糖醋鲤鱼等等 接着就改下淮羊菜 淮羊是在现代江苏省的 扬州、南京和苏北一带 淮羊菜系是负商奢侈需求下 逐漸培药起来的 因为这样淮羊菜系 可以用一个负字来形容 淮羊菜是炆、炖、蒸、蒸、汇这些建功 口味偏甜 往往糖盐并用 用糖起着色提鲜的作用 令菜鱼变得鲜味又长 淮羊菜更适宅 运用糖色、红曲色、清脏色和原本的色料 有著名的菜鱼 有三套鸭、水晶牛肉、红烧、狮子头等等 大家可能在香港都吃过了 再讲讲江浙菜系 江苏、南部一带 即是武锡、苏州、上海一带 浙就是家庆、湖州、杭州一带 即是泰湖流域 江浙的菜系重视蔬菜 用蔬菜作为主要的菜鱼 江浙的菜在烹调上是跟淮羊菜接近的 注重炆、煤、炖、炖、蒸等烹饪的方法 令到鲜味的汤汁口味偏甜 适应取其于自然 不刻意追求 这方面跟富贵气重的淮羊菜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专名的菜鱼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 宋嫂鱼羹、冬播肉等等 再来谈谈福建的菜系 福建简称为敏 敏人历来喜欢吃海鲜 在烹饪方面 很多时候用烹煮蒸的方法 敏人重视这麽多的菜汁、菜鱼 所以敏菜一般偏淡偏甜 著名的菜鱼有佛跳墙、母宜芬娥、客家生鱼片等等 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记得在完结之前订阅我们游戏改的频道 接收我们关于中国文化的资讯 拜拜